大家好,我是廉文 在大家面前有兩個我覺得是頗垃圾的軟體 為什麼這樣說呢? 這兩個都是TP-LINK的AX3000 大一點的應該是淘寶限定的型號 而這一盒小一點的就是香港行貨可以買到的 它們分別的型號名其實我忘記了 分別是大家在這裡看到的 首先看看它的包裝 兩個都是AX3000Wi-Fi 6的軟體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呢? 包裝是差了一倍的底細 其實這兩隻軟體在我之前一兩個月都已經用過了 所以我才可以很肯定的在片頭跟大家說 這兩隻軟體都有點奇怪 大陸版本的這一隻 其實裡面只有一個紙皮 就有一隻軟體 它這些天線不拆出來 由得它這樣伸直,然後是極之浪費的 這麼大的範圍只有這個軟體 和這個火鴨的一隻 可以讓大家看到,其實它已經鋪了一層了 那一開始呢 我就因為想用Wi-Fi 6的軟體 但是又預算不算太高 就到處去找不同的軟體 就看到這個TP-Link大陸的型號 它就399人民幣 我覺得都不錯 不如去試一下 因為TP-Link這個牌子 大家應該都會有聽過的 其實它也算是一個大牌子 不過這十年以來 其實我沒有用過TP-Link的軟體 那我就試一試 如果399人民幣炒了的話 其實也是399人民幣 而這隻就是香港賣超過1000港幣 其實我有做過少許評價才決定買它 這個評價是相當不錯的 但是呢 我們來看看它的包裝 其實它這隻都是天線沒有收起來 然後就這樣擦出來 就這樣放在整個包裝上 那也是啦 有一隻火牛 然後加上這個軟體的盤體 但是呢 它的盒子小一倍 可以讓大家看到 其實它上面也有少許層 這個也是用過一段時間 但是這隻呢 是用的時間更加之短的 那我們來看看 這兩隻軟體的尺寸 它的長度差不多 但是它的闊度是差不多1.5倍的 而高度呢 那我就覺得兩個都差不多 那麥理規格上面 兩個軟體都是四天線的 那淘寶的這隻呢 就是一個RAMPORT 三個LAMPORT 那就比起一般的軟體 是少了一個LAMPORT 而貴一些的香港刊貨 它就是跟傳統的一樣 就會有一個RAMPORT 四個LAMPORT 它還有一個USB 3.0 那我看過review 其實這隻軟體的性能相當之不錯 價格也都親吻 而且它用這個Intel的CPU 那Intel是出名什麼 穩定的嘛 所以我買之前是覺得這隻軟體 應該會為我們Studio 帶來不錯的體驗 但是呢 那我現在就直接跟大家說 那這兩隻軟體到底有什麼問題 那我們由這隻說起 它是這個TP 官方旗艦店賣的銀號 那我見大家淘寶的評價 都其實沒有什麼 都相當之正常 大家都好評的 但是我實際用來 它WIFI6的速度是慢過WIFI5 而且它的上載速度是更加之奇怪 是不知為什麼 鎖了在大約10MB 比起正常情況 好像是慢了10倍 知道嗎 對 應該慢了10倍左右 那我又試過更新它的Firmware 去到最新版 可以不可以 Factory Reset 可以不可以 總之它的WIFI6的速度 就是限制了上傳最多只有10 但是它WIFI5的速度 就很神奇的 它是非常之快的 它就比我用過所有的華碩、NetGear、Linksys 沒有一隻的Router是可以比它快的 因為我在Laptop可以試過 下載速度到900MBps 同一部手機我用的LGB30 我之前Linksys的影片 我就展示給大家看 大約是400MBps 但是用這隻Router可以上到700MBps 如果不算WIFI6 當它WIFI5Router來說 它的效能是非常之不錯的 但是為什麼我想買一個WIFI6的Router 就是我想用WIFI6 它WIFI5其實幾快都沒有用 因為WIFI6有一些特別的東西 就可以令到Latency更低 尤其是多Device的情況下 其實是想用來做無線的VR6Router 所以這個WIFI6有問題的話 那個10MBps我真的忍不住 真的要換掉它 然後來到貴一點的這個版本 這隻其實也不便宜 都要超過1000元 這個就更加神奇 就是它的WIFI6又是慢過WIFI5的 無論我怎樣測都好 它都是約200多 不會過300元 然後用回同一隻Router 不用WIFI6 用WIFI5的話 它可以超過400MBps 就跟之前Linksys那些差不多了 但是呢 我不明白了 真的為什麼 為什麼WIFI6會慢過WIFI5的呢 其實WIFI6和WIFI5都其次了 我可以先用的 可能等Firmware更新 其實我已經更新到最新的版本了 其實就是這麼晚了 但最大的問題是呢 其實我不是經常在這個Studio的 可能一個星期有2至4天在這裏 奧巴和Billy才是長期在這裏 還有剛剛我們Studio的新成員 有Black和Jenny 那他們每隔一兩天或三天就跟我投訴 咦我們的WIFI又斷了線了 又或者完全上不了網 要Reboot Router 那又持續了過幾兩個星期 就是這樣 他們每一兩天 我不知道每一兩天 投訴一次 一定是其實他們每天已經要Reboot Router 總之就是呢 他們經常是要Reboot這個Router 才可以用到的 所以這隻是 我不明白為什麼可以更廢 所以這兩隻Router其實都是有點似的 如果大家只想著WIFI 5Router 其實這隻呢 都可以考慮的 399人仔 它的性能是非常之厲害 我們用了過幾個月 都是沒有什麼囤線的 它的穩定程度是OK的 還有一個缺點就是 因為它是大陸出的 它裡面是只有簡體中文的介面 是連英文都沒有的 至於這隻Router為什麼會容易輕呢 要Reboot才可以用到呢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比較大的機會 我覺得是CPU過熱 但是現在是冬天 長期都是十幾度 而且我這個Router是放在櫃地 接著通風其實都OK的 絕對不會是因為我使用的環境 令它過熱的 那一般消費者買回來 都是這樣放在這裡用的 那我就跟回一般消費者的用的方式 那我已經額外更新到最新的Franware 有試過Factory Reset 那無奈地它都是經常斷線 我真的完全接受不到 一隻過千元的Router是這麼垃圾的 好了 看到這裡大家可能會覺得 那其實WiFi6關了什麼事呢 家裡有沒有WiFi6的裝置 那我手機有沒有 電腦有沒有 其實大家可以好像我這樣的 那手提電腦要升級WiFi6 其實是非常之簡單的 那例如我這裡 那就買了四個 那這個Intel的AX200 其實大概人民幣百多元 那要將你的手機電腦 由WiFi5升上WiFi6 就給百多元就已經可以做到 那其實絕大部份的手機電腦 都可以很簡單地 拿幾顆螺絲就可以拆開蓋 然後再拆一顆螺絲就可以換下去了 那就算你升級了所有的裝置做WiFi6 那其實現在是不是一個買WiFi6 Router的好的時機呢 我覺得其實可以再觀望一會 那因為這個WiFi6 有一個新的標準 就叫做WiFi6E 那就由原本5GHz的WiFi 變成這個6GHz 那就會提供更加高的速度 那還可以跟之前2.4 或者5GHz的WiFi分開這個頻率 那就沒有那麼容易干擾到的 那截至今天呢 其實WiFi6E的產品都不算太多 甚至乎其實我沒有查過市面上 有沒有得買的 那用過幾個牌子的Router之後 那我就比較有興趣想試試 這個所謂Prosuma級別的Wubiglity 它就出名穩定性非常之高 但是Wubiglity裡面最受追捧的Unify系列 是未出WiFi6的AP 那所以呢 我覺得可以再等一會 那好了 今次這條影片就來到這裡先了 那就讓大家知道 那兩個放在哪裏的TVLINK的Router 我不知道是我這兩隻 剛好壞了有問題的 那其實我就不太建議用這個Router 那大家如果喜歡就按個讚 還想見到更多同樣的影片 就記得訂閱我再按家裡的Bel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阿姨